什么是市同缴费年限 但国家市同你缴费了 这就叫市同缴费年限 好那哪些人可以适用这个市同缴费年限 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有三类人 第一类人呢就是我们的固定职工 第二类是我们的机关事业单位的这样一些人员 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退伍军人 复员的退伍军人 还有呢有过下乡经历的知识青年 我们先看固定职工 好也就是说我们的基本养老保险 这个制度呀 其实是92年以后呢我们才建立的 92年之前是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 所以呢针对92年之前 我已经参加了工作的这样一部分员工 好那么实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后 我们会有这样一个市同缴费年限的一个规定的 好那第一类呢固定职工 我们就知道哈 我们的养老保险的是单位缴一部分 个人缴一部分 好例如呢你是我们国企的一个员工 你是我们央企的一个员工哈 92年之前就已经来单位上班了 那92年之后呢有了这个养老保险制度以后呢 那单位说了或国家说了哈 你92年之前连续工领的这个时间 我们就视为你的市同缴费年限 好是这样子的 好那第二类呢是机关事业单位 好原来呢我在机关事业单位上班 现在呢我从机关事业单位呢转入到企业里去上班了 那么转入到企业去上班呢我们是要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的 对吗 那么针对你在机关事业单位上班的那段时间的一个连续工领呢 我们会视为一个企业的市同缴费年限 好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复原退伍军人城镇的下乡知识青年 换句话说就是说你的这样一个军领或者是下乡期间的这样一个时间 我们会视为你的一个正常的连续工领去计算 去视同缴费年限 好这是我们缴费年限它的一个使用类型 啊适用的一个范围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 一定要知道哈这个视同缴费年限 它不是自动认定的如果说我们符合这样一些条件 那我们是需要去你当地的社保局去提供相关的材料 去完成这样一个视同缴费年限的认定的 否则视为自动放弃哈是否则视为自动放弃 这个是要注意的 其次呢就是说哎有视同缴费年限的参保人员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好保管好我们的答案 一定要注意整理好我们的答案 好尤其是换了工作或者是失业的 处理好这一块的视同缴费的年限的这样一个认识答案 否则会影响到后期我们这样一个年限的一个累积 好我们看一个案例哈 就是说例如你在北京有20年的实际缴费年限 然后呢有10年的视同缴费年限 那么未来我们在给你算这个养老保险待遇的时候呢 我们是按照30年去计算好关于市同缴费年限您听明白了吗 关注我们不迷路欢迎点赞评论转发支持